在南丫島多處海面 都清楚見到這些白色油污飄浮 當局說這些是棕櫚硬枝 無毒無害 亦對人體健康無害 南丫島又疑惑說 昨天早上開始發現白色油污 整個去都是白色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白色的 平時都沒有的 鳳花養這麼久都沒有吃 就是油漏下來才死 都死到有200公斤 他負責的魚排養了700多種魚 兩天來共有500多斤魚死亡 約佔全個魚排魚量10% 四月今早就棕那些大桶 那些紅色的大桶 那些棕到三桶 兩桶左右的油渣 兩桶的話都有200斤左右 那些貼紮不清 那些就清不清 要整個籠子扯送來洗 這些才是能道 就是隨便北下 北下那些大舊的 還有在水裡飄的那些 又不得到 它黏著的桶 黏著的蒙 基本上是不得到的了 魚排負責人說 由於魚鯉和棕裏油都是白色的 令不少魚 誤以為是魚鯉吃了之後死亡 由昨天開始 估計因為魚鯉死亡 導致的損失大約有3萬元 海事處昨天說 上星期六接獲內地部門通知 有船隻上星期四在珠江水域碰撞 流出棕裏硬汁 大魚山、南丫島、長洲和港島南區一帶海域受到污染 多個泳灘需要關閉 就連維港海面也看到有白色油污 有魚鯉引述消息說 流出的棕裏硬汁達到9000噸 當局說已經派人清理油污 香港電台實習記者蔡以薇報道